宜兰绿色博览会已经迈入第十二届,年年都会在苏澳五老坑风景区举办绿博会,今年布展主题是定为回到自然,希望以大自然亘古至今的定律。 春、夏、秋、东周而复始的循环概念,重新思索人与土地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,同时也象征让大自然修养生息,再次蓄积能量,让人们重拾简单直谱,心灵在充电的意涵,唯有人类与自然平衡发展,才能获得永续的未来。 本次展览为了呼应第十二届的意义,规划了十二个展区,并且打破以往建构大型展馆空间的展出方式,改以更贴近自然做法,大量运用竹子、稻草、石头、稻谷、漂流木等自然素材,作为展区的布置运用,透过资源再利用的选材,达到低碳目标,同时也让民众接触自然没有距离。 不同于以往,今年活动手众体验与互动,有插秧重道权生态体验,大型装置艺术,小小动物管理员体验,漂流木手作体验,米食DIY,五层楼高天空狼道挑战胆势,等, 期望民众悠游于宜兰绿色博览会时,能同时享受回到自然的乐趣,重拾对土地,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爱护,共同创造永续幸福的未来。 印象最深刻的入口前方圆景设计,将历年搜集的漂流木集中造景设计,并将雪山隧道开挖的工程大约和机具展示,十分壮观。 参观当天,巧遇宜兰县长陪同台北市长参观园区,大阵仗的采访记者随行,我也深入记者群拍摄一小段影片,已编入影音档,十分难得。 - 诶,大哥,赶快上媒体车了,媒体车在后面要开了,那两台都可以,好不好? - 可以了,这种采线,他怎么可以呢? 請大家注意安全 請大家注意安全